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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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您干嘛呢 我想把这些旧玩具放到储藏室里去 等等 我的小熊 这个小熊还是你在幼儿园得了小红花爸爸奖励给你的 当初我为了要这个小熊不知道哭了多少次呢 爸爸就是不给我买 哦 还说呢 小时候你可没少哭鼻子 您不是说小时候哭够了长大了就会变得坚强吗 嗯 小熊是我们家的男子汉 妈妈妈您头上有几根白头发了 我是小熊 我要到森林里找东西吃喽 是啊 妈妈老了 笑笑也长大了 喂 笑笑我是牛牛 小和说一会儿花园里见 你要不要去 当然要去了 你等着我 妈妈 牛牛叫我去玩 去吧 早点回来啊 这孩子刚刚还说长大了 还这么贪玩呢 真后悔 我报了经典诵读比赛 那后悔什么呀 不是你说咱撒药一决高低的吗 就是 说好了的 就得一言为调 可是 我一句也记不住 累死了 也是要了我的命 反正我要拿第一给爸爸看 你有自信 当然了 爸爸常说 信息来自于自信 那好 咱们比比看 谁能拿第一 都让爸爸妈妈高兴一下 唉 我可没信心 全班同学都知道我们三个是最好的朋友 不要给我们丢脸哦 嗯 牛牛牛 你要认真诵读 只有这样才能够记得扎实 知道了 弟子归 圣人训 守孝涕 刺己信 犯爱重 而亲人 有余力 则学文 笑笑 给妈妈倒杯水来 等一会儿 妈妈 我在背弟子归呢 周一要比赛了 父母呼 应物缓 父母命 行物懒 好吧 你背吧 妈妈 我一定要拿一个第一回来 好 笑笑好好用功 骂骂自己来 父母呼 应物缓 父母命 笑笑 你刚才背的那句是什么 父母呼 应物缓 父母命 行物懒 你再重复一遍 父母呼 应物缓 父母命 行物懒 一个人如果学习圣贤的教诲 却不能把它落实在实际生活学习中 不能立行 连孝顺长辈都做不到 那么即使全都背下来了 又有什么用呢 我也是想拿回第一 让妈妈高兴嘛 非得让孝小改改这个毛病 老义至其次时 老义至其次时 你别怪我 这事跟我没关系 这是对你的惩罚 因为你只说不做 你对长辈不够孝顺 如果想要重新讲话 必须改过 小小小 你怎么不说话了 哪儿不舒服吗 这个桃小子 难得安静一会儿 把城市在外面惹祸了 我的孙子 还真不会说话了 赶紧让你妈妈带你上医院 小宠哥 你又对他做了什么 万一失守了怎么办呢 小小是不是以后都不能说话了 嗯 嗯 奶奶妈妈 你们就不用操心了 你倒是说呀 小小还能不能说话了啊 是啊 小宠哥 是不是你干的 奶奶妈妈 别担心 这是我和笑笑之间玩的游戏 什么游戏呀 还不让我孙子说话 就是因为他平时说的太多 而且只说不做 我才让他安静下来 奶奶您放心 只要两天他就会没事了 笑笑 你赶快跟奶奶和妈妈说清楚 这是不是我们俩的约定 哎 只要我孙子没事就好 长者历 幼物做 长者做 命乃做 笑笑 你要在学习中学会感悟 弟子归礼的每一句话 都是在教育我们 你要从实际出发 给弟弟做个榜样 笑笑 别带花蔫了 这盆花是不能多浇水的 笑笑 奶奶累了 哎呦 我的乖 我的乖孙子 你都快把奶奶给捶散架了 快饭喽 我的小祖宗 你别再跟着添乱了 家里都乱成一锅粥了 妈 您就别说他了 没看笑笑已经在转变了吗 是啊 笑笑现在是妈妈的好帮手了 好 哎呦 老远就听见你们家的笑声 有什么喜事啊 小和妈妈 您来了 笑笑 快去给阿姨倒杯茶 笑笑这是怎么了 现在的小孩想一套是一套的 每天都变着花样的玩 你们家笑笑真是又讲礼貌又懂事 他们学校在学习经典送读 孩子懂事了不少呢 我们家小和最近也变得逗事多了 学校有这样的教育活动还真不错呀 你们家小和本来就很乖呀 您看笑笑不也一样吗 我什么时候能开口说话明天就周一了 你现在试试看 我能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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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试试看 读书法 有三道 新颜口 信接药 是不是感觉有所不同 我觉得比以前读起来更流畅了 笑笑这个口吃的值不值 当然值了 妈妈妈妈妈 我今晚要备战明天的比赛 我们家的笑笑就是上进 有没有信心再拿回个奖状来啊 一定能 好 妈妈去给你准备夜宵 谢谢妈妈 妈妈偏心 只给笑笑不给小丑 小丑哥 什么时候落下你了 耶 耶 我也要 ターсон 字幕 战归 一 哦 比赛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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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是小河和牛牛啊 你们坐 阿姨去给你们拿点心 阿姨 不用客气了 笑笑 我们俩也取得了决赛资格 这么说 咱们仨还有机会再比一次了 当然 我们也想像你一样拿第一呢 等着瞧 你们两个就别想冠军的事了 我是很有信心拿全是第一道 自家烤的点心快点尝尝 笑笑 你们家蛋糕怎么跟手榴弹似的 还带拉馅呢 妈妈 你怎么把头发弄里了 多丢人呢 来 我给你放过 不用客气了 阿姨 没关系 我是开玩笑的 都怪阿姨太粗心了 小河牛牛 你们吃 阿姨上班去了啊 阿姨再见 阿姨再见 笑笑 你不该这样对待妈妈 就是 你还数了她 我 你太没良心了 整天诵读经典 也不知道你都诵读到哪去了 本来我们俩是来祝贺你取得好成绩的 看来我们来错了 小河 我们走 妈妈 您怎么了 你妈妈半路上晕倒了 幸亏遇到了我 怎么会呢 我刚刚带你妈妈去了社区诊所 大夫说你妈妈因为过度劳累 导致身体虚弱 需要多多休息 妈妈 小河 妈妈没事 你爸爸出差真不是时候 小河 你要好好照顾你妈妈 放心吧 阿姨 我会照顾好妈妈的 好孩子 我能够吃 我能够吃 小小 赶紧去睡觉 明天还得上学呢 妈妈 你的头发又白了好几根 傻孩子 每个妈妈 到了我这个年龄 都会有白头发的 妈妈 妞妞的妈妈就没有 妈妈都是为我操心操的 好了 笑笑 快去睡觉吧 笑笑 给妈妈倒杯水来 等一会儿妈妈 我在背定子龟呢 终于要比赛了 妈妈 你怎么把桃花弄里了 多丢人了 笑笑 去给爷爷倒杯茶 笑笑 你明白我为什么要让你倒茶吗 嗯 再想想 爷爷 茶屋只有低下头才能倒出水来 嗯 你缺乏的就是谦卑的态度和感恩的心 爷爷 我 任何才学都要落实在生活当中 为了更好的做人处事 是 去吧 做个好孩子 小小小 嗯 外面冷 多穿点 妈妈 对不起 今后我一定好好孝敬您 是 小小 你赶紧去复习弟子龟 好备战决赛 没事儿 两不耽误 您就好好养病吧 我什么都会做 好 宽转弯 勿处冷 直虚弃 如直营 防势轻 墙壁静 鸡暗节 必厌证 小小 妈妈 妈妈 我的好儿子 我决定弃拳了 什么 我决定弃拳了 可是你都进入决赛了 弃拳太可惜了呀 什么 也不能比我和妈妈在一起重要 祝愿你们起的好成天 亲友吉 要先肠 昼夜室 不离床 能亲人 无限好 得日记 过日少 小朋友们 不离行 但学文 掌浮华 成何人 这几句讲了 学文与离行的重要性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 实践的重要 如果只知道本书本 不知道按书中的道理去做 只能使自己滑而不实 小朋友想要将来有充信 那一定要记住 学文加上离行哦 二者 可是互为表里 缺一不可的 还记得爷爷说的话吗 茶壶只有低下头才能倒出水来 做人要有谦卑的态度和感恩的心 并且任何才学都是要落实在生活当中 才能更好地做人处事 小朋友们 记住了吗 再见 小朋友们 鬼子贵生人群 收肖体刺激情 犯爱中而情人 遥远离则学问 父母护影无患 父母明星无蓝 父母教许倾听 父母则许事成 冬则闻下则静 沉则心魂在顶 出笔高翻笔面 只要长夜无边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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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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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笔高翻笔面 只要长夜无边 十岁潇无山为 狗山为子大魁 无遂笑无似藏 狗似藏起心伤 情所好里为惧 情所无尽畏惧 神有伤一亲友 乐有伤一亲羞 亲爱我小河南 亲走我小冒险 亲友我见诗歌 可否定的转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